小伙伴的第一个问题 伤病控制情况 目前身体状况怎么办 反正个是长不了的 还好吧 我们尽全力就恢复自己身体 然后也全力别加 第二个 在三亚集训成果 这是又快问快答是吗 可以多说点 都可以 打完都可以早结束 自由发挥 你的训练成果 本来还挺好的 之后出现了一点问题 之前我也是在练三连三 然后也是有了一定的成功的机率 但是进过上边之后 我觉得现在还需要再调整身体 我们俩 第三个问题 可以透露新节目的风格 有什么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 秘密 就是我们一句 现在还就是那个 新的挑战就等我脸了 哇 那个 化学反应吧 就是 今天变排的时候 我就跟老伟说了一句话 我说 I want to be 好 完了 所以 你们就请期待了 然后在成都这个热辣的城市 重庆 对重庆 对 批一下 我不想站在一起了 热辣的城市 然后体验 不压着我 不压着我 啊 董哥 最近还有时间学人可有进步 看最近的微博长达标签 228上标 128这个小子 快点快点 他们要不要是换衣服 那个最近学习英语 最近在专心的研究自己的伤病问题 然后跟专家们在探讨这个 伤情和康复的问题 指定期化了 最近英语暂停没什么 二爸上交起步就是 当爹的感觉挺好 所以继续当客气挺好 老人儿竹 二竹 二竹 老秀 参加海外兵演有什么时候 有什么时候 和外宣众交流 嗯 呃 GNR的表演团 和GNR他自己的本身 和韩国观众们的 现场的效果 让我觉得有说蛮震荡的 嗯 当时在现场就说 当英语暂说这个 女王重新回来了 She's back 的时候 就是全场的闪光能 集体点亮自己的插场 我觉得特别震撼 但是觉得当时 当时英语暂的效果特别强 嗯 整个烘托的这种感觉 就发现 哇 他好像真的回来了一样 嗯 那是不是一种 肉体上的 那是一种感觉神实上的 对 会比较更加强烈一点 而且 韩国的小女团们 其实跟我发现现在 跟中国运动员也是 一直也是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在训练啊 在平时的训练和 这种彩排的活动里 他们都也是做什么 全部东西也很劈的 对 嗯 这老沪行看见了一堆女儿的感觉 哈哈哈 好 好 还有新赛季非赛家 男女战比赛 怎么样的期待 先上海 然后就是大奖赛 然后一系列的比赛 然后成员会 然后我们也会 竞争努力 然后努力 去做更好的自己 对 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葱哥 你帅还是我帅 哈哈哈 谁问的 这话我没法打 一个是二八 也是老旧 像他们没有自己家的 哈哈哈 那你帅 那你帅 真的 欢迎大家收看 葱哥 真的很帅 李瑟维 你喜欢什么样的汉服 对 就 嗯 嗯 其实现在行李宁山 微信是啊 就是这种对 送裤也蛮行的 但是好看的不太多 上午我还抓着他去 陪我用 嗯 一个小时的时间 逛了两家汉服店 哈哈哈 然后我还 这样天天套了一下汉服 还是蛮帅的 我当时就说他肯定穿 肯定好看 因为穿汉服就得这种叫白脸 就是长得 长得好看 然后又瘦的身材也好的这种 真的好看 会公布照片吗 那没照 我们还在说说 说可能 让天天哪年也划一个 就是这种汉服的这个节目 和表演之类的 穿着汉服去划 那那个小隋可以把你的汉服 借给天天穿吗 那都是女式的 他长穿一样 他今天上穿男式的真的很帅 就是 这样宁静的微信 真的 为什么汉服这个话题 好像与韩聪无关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采访也都与我无关 哈哈哈哈 我一个今天上午 我说让他陪我去 去观音桥那边 转嘛 那边汉服实体店 然后就不行 我累了我不去 我天天你去吗 那是昨天晚上的事做 他说我天天给我回了一句话 叔叔说我要呼你信息我就去 我要呼你信息我就没起来 我就不去了 结果今天早上 7,10分钟他回了我信息 然后我们俩就去了 太不明智了 他要去逛汉服店 你不应该是 我下回就明智了 哈哈哈哈 他别人了 我是不是明智呢 天天逛街是个好的逛街的伙伴吗 挺听话的 就是说的帮嘴走就帮嘴走 我在那玩肉系呢 我没有看 然后 好